大家好 今天也是新城電台 星期三下午1點至2點的節目慈善1點通 我是黃曉霞 多立比 每集我們都會邀請慈善團體 或者是小為人知的服務特色的社企產品 和籌款呼籲等等 也可以在我們新城的Facebook同步做直播 嘉賓也可以互動一下 記得去like and share我們的Facebook 等更多嘉賓和朋友見到 今天其實很開心 我們邀請了香港熱火運動會的Andy 和Zoom裡面的Stanley來介紹慈善團體的運動 因為我知道其實有不少慈善團體都有找我們 他不時都有說 因為體育不夠場地經營退麻 就在問可不可以有一個慈善團體 令到那個收益或者是得以生存呢 今天我就請來熱火的嘉賓和我們分享一下 Andy 你好 Hello Hello Sandy 你好 Hello Hello 大家好 不如介紹一下你們熱火的慈善團體的成立的目的 因為我知道Stanley本身是一個交通工程師 就是和運動又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 可不可以講一下Stanley 好 首先講一下背景原因先 沒有什麼關係 就 工作沒有什麼關係就 好像在香港好像是肯定的 就是在做運動行業的那些人可能原本都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背景就是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運動 再加上十幾年前開始有小朋友的時候 都經常希望找到一些活動或者運動 給他們去鍛鍊一下 所以這十幾年裡面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教練 包括現在我們熱火體育會的其中一個教練 Eddie 還有當中有其他不同的教練或者其他不同的運動 我們都想用一些我自己本行裡面的知識 或者一些企業上的管理的方法去營運一個體育會 去令到做這個事業的時候希望可以 有某一些東西希望可以幫到這些教練 或者幫到一些更多 本身沒有什麼機會接觸運動 或者本身沒有什麼機會去做訓練 或者本身沒有什麼機會去參加一些交流團的 同學、小朋友 可以參加到運動 在你公余時間都能夠成立一個慈善團體 但是一點都不簡單 有沒有本身特別的信念和理念的? 這個沒有這麼偉大的想法 只不過我自己公余的時間 我都花了很多時間去踢球的其實 或者除了踢球可能又會搬單車 又會打桌球 就是我自己都不時做不同的運動的 踢球因為我小朋友都參加了那些訓練班 所以佔了大部分的時間 那是不是有什麼特定的目的 想發揚光大呢? 就是未必有這麼遠大的想法的 只不過看回現在社會上面 可能外於現在社會上面的資源 或者大家給小朋友的時間分配上 都不像以前我們這樣 就是喜歡以前小時候喜歡 下街踢球就踢球 自己走上去跑山就跑山 那現在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是 我們的家長大家就和他們編排好了 所以如果不是靠過一些教練 他們有一些既定的班或者訓練 給一些小朋友呢 其實你現在是比較 我覺得比以前是更加難接觸運動的 就是因為你要有這些你才去參加 不是等於以前我們這樣 放學回來了 大家沒事做了 就下街跑幾個圈都叫做了運動 那現在的小朋友不是這樣的 所以變了愛於我自己看到的 就是社會上的資源那個分配上 尤其是在香港來講 就是地少嘛 就是老實說連屋都不夠住了 我們走出來說運動你給我多一點場 你這個不要起樓啦 起球場啦 就是噴我們啦 不會給這個做選項 但是反過來我覺得這一部分的人呢 就是教練也好這個運動這個行業也好 都需要有人幫他的 那既然我就說我們 就是我自己又這麼喜歡運動這件事 甚至乎這麼喜歡參加一些足球的運動 也都有很多足球上面的其他不同的朋友 那可不可能透過我自己本身的專業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專業呢 就是做一些土地規劃啦 交通規劃啦 去將一些可能是暫時未用得 就是未成熟用得的土地 去發展做另外一件事 那現在我正在看這個目標就是 如果將一些限制的土地 可以做到一些機構的場所 或者可能做到一些 當然最好就做到一些訓練踢球的場地呀 甚至乎你裡面的室內 可以打籃毛球 打Bandball呀 當然是更好啦 但是變成我自己方面 就可以利用到我的專業 譬如可以見到一些新界限制的地方 或者政府有一些限制不用的地方 有沒有空間可以轉變到 給我們這些非謀利的機構去使用呢 其實那個誘因就很大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政府看到你是一個非謀利的機構 而是有心去推動這些運動的相關啦 或者是一些非謀利或者有意義 或者你簡單的說幫到別人的東西呢 我相信政府其實就有不少的資助的 可能有更多不同的資助呢 可能Tofi你還會熟一些 但是我們就看到有這個空間 而我可以利用回我們自己的專業呢 希望就在運動這個行業上面 幫它拿多些資源 是的 這樣 好的 麻煩了Stanley 說場地的運用一點都不簡單 尤其是足球的面積都要相當之大 那這個時候我們播一首歌 叫做嚴明熙的 我們都希望業火這個團體能夠發光發亮 繼續照耀運動界的遲事條件 謝謝大家